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,张家口赛区四个竞赛场馆将承担多项雪上项目比赛。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申办五周年到来之际,7月30日,记者探访位于张家口重礼的云顶滑雪公园。 作为北京2022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主要竞赛场馆,这里的六条赛道分布较为集中,让运动员节省穿梭时间,有更好的精力投入比赛。 我们可以看到从左到右是忧心池,后面障碍,平行大会展的比赛场地。 这边是障碍追逐的一个比赛场地,而在我们对面,山后面是空中技巧跟雪上技巧的一个比赛场地。 按照重礼的一个气候条件,一般都是会在10月中下旬开始造雪。 其实跟那个索气啊,跟那个平仓的这些相同的比赛赛道的一个比较,最大的一个我们的优势是在于我们的赛道集中。 我们六个自由式的赛场都是在一块场地上面,这样可以最大的节省那个交通的一个时间, 然后呢,也给运动员提供更长的一个休息时间,因为有很多运动员是奸象的。 树文表示,云顶滑雪公园依托源由雪道改建而成,结合山形立貌特点最大限度节省工程施工量, 在施工时充分考虑土石方挖田平衡,同时注重水资源重复利用,推动赛场生态可持续发展。 基本上我们达到了挖出来的土方,就回田到我们的比赛赛道,这样的话呢, 节省了一个工程量,因为从里整个夏天是雨季,在建设完成以后, 土方完成以后呢,都在这些比赛场地上种植了一个草被,植被, 然后呢,防止这些水土的流失。 我们山下造了那个蓄水池,利用我们的浓雪的那个水, 还有雨季的那些水呢,再利用用于雪季的一个造雪,这样会节省很多能源。 目前,云顶滑雪公园六条赛道均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, 下一步将重点推进临时设施建设, 而在冬奥赛后,部分赛道也有望向公众进一步开放。 有的,因为战役性强,包括像空中技巧,选商技巧这样的场地呢, 我们赛后呢,会利用给予我们的国家队啊, 还有其他的省队,专业队的来进行训练, 而像游行池,单板平平大会展这样的赛道呢, 我们会进行对大众开放,然后让大众体验我们的奥运会的一个赛道。 在夏天呢,我们会种上植被, 我们会在上面有一些夏天的一些运动项目, 包括3D自行车,包括我们的野营,3D越野跑等等等等, 这些都会在奥运赛后可以享受。